聯邦海關及邊境保護局今天宣布 在洛杉磯長堤港 查獲七箱沒有任何合法證件 準備出口到菲律賓的野生動物標本 這是當局在洛杉磯長堤港 所查獲最大宗 也是種類最多的野生動物標本 被查獲的總共七箱物品 包括野鹿 牛羚 肺肥 山貓 斑馬 非洲羚羊等等 還有多幅動物骨頭標本 像是熊頭 羊頭以及牠們頭上的腳等等 聯邦海關及邊境保護局表示 這是在7月23號 從準備運往菲律賓的貨物當中所查獲 這批動物標本 同屬一名來自菲律賓的44歲男子 他聲稱與家人來美旅遊時 在德州買了這些貨品 打算運回菲律賓 不過因為沒有合法證件 與出關核准 所以被沒收 總值估計為8875元 有關單位表示 在一切合法的情況之下 出口野生動物標本是可以的 但是對於一些被保護的 瀕臨絕種動物 則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要禁止 貴品牠們的操縱 貨品牠們的總值 貨品牠們的貨品牠們 要禁止貨品牠們的貨品牠們 我們要禁止貨品牠們的貨品牠們的貨品牠們 這批查獲的物品當中 像是山貓 沸沸等 都是受到保護的 瀕臨絕種動物 有關當局表示 它們會加強這類 貨品出口的查器 因此民眾不要以身釋法